接下來教下一個重點叫做庫倫定律 庫倫定律就是庫倫大哥利用他自己發明的扭秤 證明了兩個電荷之間的作用力大小 叫做跟電量乘機乘正比距離平方乘反比 力的作用方向就是兩個電荷中間連線的方向 這叫做庫倫定律 這個力量就稱為庫倫力或者是靜電力 兩個帶電體之間的力量大小跟電量乘機乘正比距離平方乘反比 它跟萬有引力定律一樣 國中不會真的要你算多大 因為我們有東西沒有交 公式長這樣 FWK Q1乘Q2除以R平方 這有個K叫做庫倫常數國中不交 所以我不會真的考你這個一庫倫那個兩庫倫距離一公尺 請問你他力量有多大 我們沒有K我們算不出來 但是我們就跟萬有引率定律一樣 我可以問你電量變三倍力量變幾倍 距離變兩倍力量變幾倍 就跟萬有引率定律一樣 我們就求個比例的關係 不讓你確實的算出大小 但是你要知道這個大那個會大還是小 這個變四倍那個會變幾倍 所以叫做上面Q1乘Q2叫做跟電量乘機乘正比 下面R平方叫做跟距離平方乘反比 所以你的Q的電量要用庫倫 用庫倫 距離的用是公尺 就是公尺 出來的單位叫做牛頓 多少牛頓 多少牛頓 OK就是公尺長這樣 國中生可以不需要特別管公尺 就記得前面那句跟電量乘機乘正比 跟距離平方乘反比 考試就是問你電量變成四倍了 力量會變成幾倍 距離變成三倍了 力量會變成幾倍 跟以前的外游引率定律問的問題一樣 OK 那相同的條件之下 靜電力遠大於外游引力 外游引力在其實很微小 把兩個電子放在這個距離上 然後去算他們的外游引力 跟他們的靜電力 那麼靜電力大很多 所以就還是就飛走了 外游引力其實很小 可以不要管它 但是你平常都不會有感覺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東西都同時有正電跟有負電 然後呢正負電都抵掉了消掉了 所以你根本就沒有感覺有強大的靜電力 根本有強大的靜電力 所以 用數字算 外游引力很小 靜電力很大 但是你平常對靜電力沒有感覺 因為它大部分都抵消掉了 可以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請寫課堂練習